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记住 进入涅槃学宫后 只有到了神军之后 才能够成为内门弟子 好了 现在请第一名纪飞炎出来 纪飞炎本就站在第一位 一听到喊他名字 他便直接走到了于诺德的面前 于诺德拿出了一枚戒指递给了纪飞炎 戒指里是你涅槃学宫的身份弟子牌 其中赠送涅槃学宫涅槃积分五百 涅槃学宫的涅槃分 可以在涅槃学宫和涅槃道成去兑换东西 你获得了第一名 可以进入神灵之地修炼一年 拥有一枚道骨 三个进入涅槃河感悟的机会 还有一次聆听和神论道的机会 和一次去藏经阁选择神通功法的机会 这是你的东西 好 你选择加入哪里呢 纪飞炎接过了戒指 恭敬的失礼后说 弟子来自浙星山 所以还是选择加入浙星山 可以 还有没有加入浙星山的弟子 可以一道上前领取学宫身份进入阵门 于诺德按按传送阵门边的一个按钮 传送阵上方就显出了浙星山三个字 没有第二个进入浙星山的人 浙星山虽然强大 但前五百中也指出了一个纪飞炎罢了 纪飞炎进入传送阵门后 传送阵闪烁了几下 纪飞炎也就跟着传送阵消失无踪 莫无忌心中暗想 这涅槃学宫的确是开明管理 不过也说明了涅槃学宫的松散 涅槃学宫这么多年来屹立在神路 成为了神路的标杆 绝非是表面松散这么简单 如果真和于诺德所言 这涅槃学宫的和神再多 最后也只能走向萧王罢了 第二名徐泽 出来接受你的奖励 同时告诉我 你想加入哪里 徐泽来自修士行馆 在接受奖励后 同样没有人和他一道加入修士行馆 这五百人看起来多 但实则是来自整个神路的上神路 上神路大宗门和大势力 远不止五百个 所以每个势力 基本上就只能出一个人 能出现两个 那都是少数了 第三名司空帽 来自神道宫 领取奖励后 依然是一人传送走 莫无忌发现 第一名济飞炎赠送的涅槃分 为五百分 第二名 四百九十九 第三名 四百九十八 如果照这么推算 等到他的时候 应该可以领取四百七十九分 不知这涅槃分有多大的用处 到时候去任务大殿问问看 第四名败月 出来领取你的奖励 告诉我你选择加入何处 一名蚂蚁青年走了出来 这青年长相普通 根本就看不出来自何方 莫无忌看过名次显示屏 知道这败月和他同样是个散修 他心中疑惑的是 这败月是如何从散修联盟拿到玉牌的 败月领取了奖励的戒指后 恭敬地说 他选择加入凡人之地 一直面无表情的余诺德 在听败月说 要加入凡人之地时 愣了一下神 不但是他愣了 大殿中的其他人也都愣了 怎么还有人加入凡人之地呀 莫无忌也没想到 败月会和他想的一样 要加入凡人之地 难道这家伙也是修炼不朽凡人诀 可看起来不太像啊 这家伙周身灵影环绕 显然零根自制不差 你确定是要加入凡人之地 是 弟子愿意加入凡人之地 凡人之地 现在已经没有人了 而且那里的神灵气 是整个涅槃学宫最差的地方 你去了之后 也没人传授你任何神通道法 你确定你要加入吗 是 弟子确定加入 好 这是你的自由 上传送阵吧 对了 有没有人还要加入凡人之地的 对于诺德来说 败月一个人加入凡人之地 已经是这么多年来的一桩奇吻 至于要有第二个加入的 那肯定是不可能 不过他的职责所在 不得不喊出一句 可偏偏这个时候 再次有人站了出来 弟子愿意加入凡人之地 于诺德实话了 其他的人也完全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难道凡人之地出现了宝贝 所以才接连有人加入凡人之地 出来说话的是莫无忌 莫无忌本就是为了凡人之地而来 他自然要选择凡人之地 只是莫无忌也不知道 凡人之地现在根本就没人了 就是当初告诉莫无忌 凡人之地的赤坤 也并不了解凡人之地 当初他告诉莫无忌 有机会可以去凡人之地 完全是大闲话罢了 你也要加入凡人之地 好一会儿于诺德才说 败月也是一脸轻差 他弄不明白 为何莫无忌也要加入凡人之地 难道是因为崇拜他不成 可自己根本就不认识莫无忌呀 是 弟子确认要加入凡人之地 好吧 你叫什么名字 弟子散修2705 散修2705 在涅槃道成很出名 但在这儿还真没什么人知道 唯一了解的就是这散修2705考核总分在前三十以内 所以莫无忌爆出了名字之后 并没有多少人奇怪 让大家奇怪的是 这个散修好不容易进了涅槃学宫 却要加入凡人之地 莫无忌就是散修2705 林林云差点惊叫出声 好一会儿他才反应过来 莫无忌他不清楚 可散修2705他知道啊 总分第二十二名 他懊恼地拍了下脑袋 他还以为 莫无忌只是排名接近五百的存在 没想到人家却是前三十 在这等考核里排名前三十 绝对是强者中的强者 于诺德看了一下手中遇见 有些惊异地说 散修2705 你排第二十二位 是 完备排名 正是第二十二名 于诺德又看了一下一遍的败运 心说这些散修怎么都这么厉害 他将一枚戒指递给了莫无忌 这是你的东西 戒指里有你的宗门服装 身份领牌 还有宗门涅槃分 你和拜悦一起进入传送阵 前往凡人之地 等莫无忌走进传送阵后 于诺德又按了按边上的按钮 传送阵上方出现了凡人之地的字样 一道淡淡的光芒 卷起了莫无忌二人 让二人同时消失不见 只是一瞬间 莫无忌和拜悦就落了下来 让两人傻眼的是 他们所在之处是一片荒芜的沙地 沙地中间树立了一个斑驳沧桑的石碑 石碑上依稀可见凡人之地几个字 除了这个石碑之外 还有几间残破不堪的屋子 两人刚刚落下 那屋子就因为空间波动被带成了碎片 之前莫无忌还听赤坤说 凡人之地还有两三个人 只有到这里后 莫无忌才知道赤坤根本就不了解这儿 目光越过凡人之地 一座座山峰河流 可见那些山峰河流都和凡人之地无关 正如于诺德所言 这里的神灵气很稀薄 拜悦将目光收回来 落在了莫无忌身上 他缓和了一下后说 再认识一下吧 我叫白月 一个真真实实的散修 你总有一个名字 该不会叫做散修2705吧 我叫莫无忌 也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散修 啊 既然凡人之地 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 那这样吧 我是师兄 你是师弟 当然 如果你有什么不懂的问题 你也可以请教我 我没有什么不懂的问题 也不想认一个师兄 凡人之地这么大 你做你的事情 我做我的事情 莫无忌是来此寻找种地的踪迹的 因为他传承的是不朽凡人诀 如果拜悦本来就是凡人之地的人 叫上一句师兄也没关系 但拜悦和他一样都是刚来的 还不知道拜悦来此 到底目的是什么 莫无忌可不想认这么一个便宜师兄 不朽凡人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我必须要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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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须要欢迎订阅